好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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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循环 for循环 是吧 要注意的什么呢 要注意的问题 要注意的细节问题 今天怎么发挥不好 打错这 那么这个for循环你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 第一 正如我刚刚那个思维导致们写的 第一个 这我刚刚看到东西在写的时候 我们 它写循环 我们之前写while循环 是吧 是不是写循环 inter 接等于0 然后呢 while 接小于10 写完以后第一件事情干嘛 是不是接++呀 是不是 所以呢 它就习惯性的在这儿写个i++ 这么写行吗 这么写行不行啊 就不要写了 是吧 如果你这个第三个表达式 已经写了i++了 已经改了这个循环增长值了 那么在循环体里面还要不要改啊 就不要改了啊 你这么一改了 i每次循环加了几回 加了两回啊 你这么写的话 你这么写啊 每次循环i的值就加二 因为加了两次嘛 而如果说你干嘛 你只要加一次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加一次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儿第一个问题 如果在 如果在第三个啊 如果在第三个表达式当中 已经修改了循环增长值啊 已经修改了循环增量的值 那么就不需要 就不要吧 就不要在循环体当中 修改循环增量的值了 这是第一个需要你注意的地方啊 第二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刚刚也发了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你看 这三个表达式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后面是没有分号的哦 是不是啊 有人喜欢写个分号哦 第三个表达式后面是没有分号的啊 第三个表达式 也就是什么是吧 循环后的操作表达式后面 是没有分号的 是没有分号的啊 这句话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并且 第三啊 这三个表达式的位置 基本上是固定的 OK 第一个是 初始化条件表达式 第二个是循环条件 第三个才是 循环后的操作表达式 学历你不要写错了啊 三个表达式的位置固定 三个表达式的 表达式的这个位置啊 固定 固定 第一个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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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表达式 初始化表达式 第二个是循环条件 第三个是 循环后的 是循环后的操作表达式 不要写错了 不要把位置 你不要你不要 先来个i++ 这是在那个英诚i.0 然后这是在那个i++ 等于99 这是不行的 不要搞错位置了啊 这是第三个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诶 三个表达式 你都可以省略掉 诶 也是 也就什么意思 你看啊 我给你演示一个嘛 我们说 for循环 for后面那个小个号里面 应该写三个表达式吧 好了 实际上我选 这三个表达式 你可以省掉 你看啊 for 但记住 表达式可以省 但是 分号不能省 你们说有两个分号啊 你看如果你省这个分号的话 它就报错了 快点报错啊 看 报错了吧 对 你加了一个分号呢 就不会报错 所以啊 没关系 什么意思 马上解释啊 第四个 好 三个表达式啊 三个表达式 表达式啊 都可以干嘛呢 都可以省略 都可以省 但是你记住 但是你记住啊 但是分号不能省略 分号不能省略 OK 我先问一下 这有几个表达式 现在 这有几个表达式 现在这有几个表达式 现在有几个表达式 几个 我告诉你 仍然是三个 这是一个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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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只不过是个表达式 什么表达式 空表达式嘛 没有表达式 也是个表达式嘛 对不对 记得我们之前 有个笑话 什么笑话呢 就是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 现在那些人 去买那个彩票 对吧 我每次走 那个买彩票 过的时候啊 一堆人这里面 我靠 啥有介绍的 研究号码 他研究那个 走走走 那个走 走线的那个线啊 那个规律 他的研究啊 我最开始 过的时候 我开始 靠 他妈这个还有规律啊 是吧 我告诉我 这个还有规律研究的吗 是吧 其实那个 彩票号码 有没有规律啊 有的 什么规律 没有规律 就是个规律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 我这没有表达式 其实也是个表达式 空表达式 是吧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不能省略分号 这就是为什么 不能省略分号 因为我前面 其实是有个表达式的 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呢 空的表达式而已 OK 所以要注意的 三个表达式都可以省略 但是分号不能省略 OK 记住 但有个问题啊 如果我第二个表达是省略了 第二个表达应该是一个循环条件啊 那他在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执行的呢 默认就是成立的 如果第二个表达是省略啊 如果第二个表达式省略 那么每次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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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条件啊 那么循环条件默认就是成立的 OK 那么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说过啊 是不是先执行这个表达式啊 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先执行这个表达式啊 只不过这个表达式 什么都没有嘛 谁说什么都不做 然后这般的条件 第二个有没有表达式 没有 它默认就是什么呢 就成立的 好 循环体执行这个表达式啊 只不过这个表达式什么都没有啊 那就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呗 是不是啊 就这么回事啊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个循环是个什么循环 死循环 Print F 来一个 拉拉拉拉拉 死循环 走 你看 这就是一个恶心的死循环 看见不 这就是恶心的死循环 好 停掉 这要注意啊 三个表达式都可以省略 然后第五一定要注意什么目的呢 你看啊 从开始说复循环到现在 我们在写复循环的时候 我们怎么写掉 这儿是不是生命一个循环增量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写个条件 写个实啊 然后这儿是不是写个爱家家呀 有人可能问了啊 老师啊 是不是我们只能这么写呢 是不是第一个表达式 只能生命一个变量挨呢 其实不是的 这三个表达式 我告诉你啊 其实任意的C语句都是可以的 这三个表达式 这三个表达式 其实任意的语句 任意的C语句 都是可以的 我举例给你啊 你看我可以这么做 printf A 好 再来个printf p-r-i-n-t printf 那个什么呢 那个B 好 再来个printf C 好了 这儿来个 D 好你看 这个跟我刚刚写的不一样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它是 第一它可以吗 C'mon的B 强制编译 你没报语法错误 没有 说明这三条语句 其实都是可以的 OK 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 只要 只要你是个符合C语法的语句 都是可以的 怎么执行的呢 一样的 先执行这句话 所以打印一个 A 在干嘛 所以再执行 这个循环条件表达式啊 打印一个什么呢 答印一个B 但是是真还是假呢 是真还是假呢 你怎么知道是真呢 因为这是个函数 我们明天就学函数啊 听不懂东西 没关系 我们后面再讲啊 因为这是个函数 它执行这个函数之后 所以有一个返回值啊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呢 是我输出的字符的个数 有几个字符 一个 所以这个结果是解 一 不对 两个啊 因为还有个-A 所以这个结果是解 是二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二啊 所以二是真还是假 真 所以他认为 真就是二就成立嘛 就执行什么 就打印他了吧 就打一个D 好了 然后呢 这个循环点之间 完了之后再干嘛 是不是再执行这个 循环后错的表达式啊 是不是啊 再打一个C 好 C打完之后 这干嘛 是不是A 是不是A 是不是这个只会执行一次啊 再回去判断条件啊 B B 所以这个死循环 A B D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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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C B B B 智能 N C B B N B B B 也是可以的 你看 这是第一个表达式 对吧 这是第二个表达式 循环条件表达式 这是第三个表达式 什么表达式 这个叫什么表达式 逗号表达式 对不对 逗号表达式 好了你看 先执行这个话 以下执行几个变量 三个 IJK 执行三个变量 然后判断循环条件 成立 执行哈哈 循环体完了之后 执行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跟逗号表达式 I加加J加加 IJK的值 然后呢 这个I一次的 每个的逐个的 加一就可以了 就什么意思啊 所以它要这么显 但是有问题要注意哦 能不能这么显呢 4 interI等于0 interJ等于0 interK等于0 然后呢 I小于10 I小于10 然后呢 I加加J加加K 这么写行不行 这么是不行的 我们说过这只能有几个表达式 三个 你这是一句了 两句 三句了 我靠你这就占三句了 而我们这个 这才是一句吧 对不对 这才是一句啊 然后这是一句 这不也是单独的一句啊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三个表达式 任意的语句都是可以的 但是 只能是什么呢 三条语句 但是只能是三条语句 只能是三条语句啊 你不能超过三条 超过三条呢 那肯定就会有问题的 像刚刚这个 但有人说老师 那你这个跟上面这个 一样的了 一不一样 下面这个和上面这个 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上面这个只有几条语句 三条 你下面有几条 一二三四五六七条 OK 我再解释啊 这是一条 批量是名是不是啊 这是一条 这是一条 一个逗号表达式 OK 就这么意思啊 还有一些用法 大家要注意啊 比如你来看 for inter i等于零 i等于十吧 然后呢 i大于等于零 然后呢 i减减 老师等一下 我靠你怎么i减减 我们不是i这家吗 我靠 是不是啊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说过第三个表达式 是不是任意都可以啊 并不说只能i家家啊 并不说只能i家家 任意都可以跟你的情况来 那我现在i减减 那么printf 我打印i的词 等一个百分号 d干n 然后把i的词收出来 这个都是从十到零 什么反过来打呀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要把十从零 反过来打的话 那我就每次i从十开始 每次干嘛呢 是不是减一就可以了吧 所以不是说非得i家家啊 这个地方 OK 但是大家要注意 但是有问题要注意啊 但是我告诉你 绝大多数情况下 绝大多数情况下啊 我们以后写负循环 我告诉你 都是这么写的 i等于0 i小于多少多少 然后呢 i家家 98%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这么写的 你看到吗 但是有人写习惯了以后 就以为这个地方 就只能爱家家 虽然是这样 我写着啊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 绝大绝大多数情况下啊 使用for循环 都是像 都是像 下面这样使用的 上面哪样使用的呢 for inti等于0 i小于叉叉 i加 加 98%啊 真的啊 我们98%的情况下 用for循环 都是这么用的 都是这么用的 好了 这就是 我们这个 使用for循环的时候呢 需要大家 注意的几个问题 需要注意这几个问题 好 还有一点啊 第七个 我们前面是不是 写的这个 前面是不是写的这个 break 还continu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break continu 我想说一下啊 一样可以用的啊 break 与 continu 我不多说了啊 与咱们这个continu 一样可以用在我们的for当中 并且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啊 for当中啊 并且代表的意义 是一样的啊 并且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啊 break和continu啊 就明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好了